在第一次的楚汉真实对决中 刘邦不敌项羽 退回了关中 那些跟随汉军的诸侯们的立场 也随之动摇了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平定关中的过程中 兵败小汉的赛王 又重新回到了项羽的军中 为了防止再一次的出现类似的背叛 回到关中的刘邦 将留在关中的所有诸侯的子弟 都聚集在了都城岳阳 以协助太子守城的名义 监视了起来 在家国天下的文化背景下 当你所要管理的 是一个个独立的诸侯国使 将对方的底薪后代 留置在自己身边 应该说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 项羽如果在最初封封时 也这样做了的话 那么诸侯们在有二薪时 就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素了 在刘邦着手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准备时 东线的战场的 也已经决出了胜负 一方面 项羽已经排除了汉军 在东线阻击储军的据点 另一方面 秦布的军队 也被储军的主力所击溃 淮南的九江之地 又重新回到了项羽的控制之下 而秦布本人则只身带着少量轻信 沿小路逃往的关中 不过对于刘邦来说 实时储军主力进攻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用了秦布拖延的这几个月的时间 汉军从军力防线 以及后勤补给上 都做足了准备 这些准备 也在和储军先锋部队最初的接触战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取得了胜利 不过刘邦也知道 楚汉之间的第二次战役 要等到项羽亲率的主力 在解决掉了秦布的军队之后 项羽的主力终于穿越中原 濒临行阳城下了 如果单纯进行野战的话 刘邦十分清楚 自己绝非项羽的对手 不过在有了聪主的准备 和诚意的依托后 作为防御方的汉军 还是很有机会和处境相持下去的 作为西路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 行阳城是汉军的第一道防线 为了保证这个战略据点的补给 刘邦在行阳与黄河南岸的后勤基地 熬仓之间 刘邦的两室军队 就可以通过这条路上交通线 源源不断地输入行阳城中 对于永道在战争中的作用 我们应该并不陌生 当日在聚路城中 张罕正是用了同样的方式 来补给聚路城下的王黎军的 不过今天的汉军和当时的秦军 在部署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最显著的区别 就是现在的汉军 是在行阳城内聚城与自身 而当日的王黎 是在聚路城下为城 储军当时 可以与城内的赵军 互为呼应理应外合 但这一次他们所面临的 将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攻坚战 秦部为汉军所证据的每天 都在为行阳城的防御力增加筹码 在先行乃至后世的攻城战役中 一座准备充分的城池 坚守一年甚至几年 都是很正常的 储军现在所面临的 也真是这样的问题 在齐兆两敌之乱 还没有平定的情况下 项羽不得不在行阳城下 和刘邦进行一场 旷日持久的战役 这显而不是项羽所愿意看到的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汉军的补给线 成为了储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 中原西北侧的行阳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座寒地的重要城衣 位置并非是在 进入洛阳盆地的水路关口上 刘邦之所以选择这个点建立防线 一方面是属于政治的需要 因为如果放弃了行阳 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中原 整体转落的战略防御阶段 这对于那些骑墙的诸侯们的心理 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想要稳住他们 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大家 汉军仍然有实力和储君 在中原争雄 另一个原因 则是寒帝 毕竟是刘邦比较有信心的板块 就这样不做抵抗的 把寒帝的核心区 攻守让给项羽 刘邦是很不甘心的 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敖仓这个点了 作为洪沟 济水 黄河 散水教会的枢纽之地 敖仓在寝帝国时期 就是重要的物资运转中心 和储备地 正因为有了上诉原因 刘邦才愿意 就此涉入高地 试图和项羽的中原 在血拼一场 从战术上来看 行羊和敖仓呢 应该也算是个黄金组合 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 后者为前者提供补给 汉军的二者之间 所构置的两面 有强体护卫的勇道 除了做交通线以外 本身也可以算是一道长城 只是这种长强的防御力 始终比不上天然的山地 所提供的保护 在储局的重点打击之下 汉军的勇道多次被中断 而行羊沉重的汉军 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汉军的这种不利局面 不可避免地 对那些依附的诸侯心理 产生了影响 最先出现异动的 就是西卫王位报了 这位假托父母有病 离开前线回去探视的诸侯 一回到河东之地 便断绝了渡口 宣布反汉归处 西卫的反叛 犹如在刘邦的背上 插了一把尖刀 可以说 让刘邦在观众的根据地 瞬间地暴露在了 对手的眼皮底下 这固然是一个坏消息 但并没有坏到 让汉军马上崩盘的地步 因为和大多数的 骑墙派一样 未报的这种反叛 更多的只是政治上的表态 在夏宇还没有取得 决定性胜利之前 他更乐意 以一个独立的 盘观者的态度 来保存筹码 这种心态 在情部心中也有 即使是他为求自保 主动向储军宣战之后 也并不排除日后 重新归处的可能 可惜的是 在储军攻下淮南之后 赏罚分明的项羽 又一次的快意恩仇地 举起了头刀 将叛徒情部的家人 斩尽杀绝 在这种情况下 骑墙派呢 也就不得不变成了反对派了 相比之下 刘邦的方式 就显得柔性的多了 清楚未报的反叛 更多是一种观望的刘邦 所以先 试图用劝说的方式 将西卫 重新拉回到汉军的阵营 而在胡萝卜政策 无效的情况下 汉军中 最为天才的军事下 韩信 很快被用大棒解决了问题 当然 能这么快地消除这个隐患 也并不全是军事上的胜利 刘邦在统一半个天下时 在各地所树立起来的政治威望 以及魏豹本人 不过坚定的决心 都让汉军 能够迅速地结束合同之战 而在战场上 失利了西卫 并没有受到项羽的报复 魏豹也又一次地 回到了汉军的阵营中 不过西卫 再也没有理由 成为独立的王国了 相比于项羽 如此怀念战国时的格局 刘邦更愿意学习 前任的管理模式 以稳定自己的统治 因此西卫所辖的 河东上党板块 相继成为了直辖体系的郡 西卫的反复 只是楚汉第二次战役中的 一个插曲 由于处置得当 并没有对汉军 造成负面的影响 相反的 还让刘邦借机削藩 增强了自己的核心力量 虽然刘邦 平定了西卫的反叛 不过在西阳一线的 正面战场上 汉军仍然无法打破僵局 在楚军持续地 攻击补给线的情况下 汉军即使能够勉强支撑 也没有能力 在正面战场上翻盘 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刘邦 试图和项羽和谈 以西阳为界 作为汉地的最东点 放弃与项羽争霸的想法 从项羽的角度来看 并非没有可能 答应刘邦的条件 因为相比于西县 这些被刘邦所控制的高地来说 他更关注对自己的根据地 构成直接威胁的那些山东诸侯 否则当初 也不会那么轻易地 把关中留给了刘邦 也就是说 如果刘邦亦愿意 尊项羽为霸王的话 那么即使将来楚汉之间 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 楚军也很有可能会暂时休战 以腾出精力 去解决起地的问题 毕竟战争的进程 已经大大地超出了项羽的预期 在西县拖的时间越久 夏宇对于后方的忧虑感也就越强 尽管凭借在楚汉 孙水之战中胜利的余为 夏宇已经设服了齐兆两国 让他们在敏意上 又顺服了西楚的霸选 但谁都知道 这次的顺服只是表面的 一旦楚军在前线战事不利 这些异端 随时有可能超了楚军的后路 对于这一点 刘邦也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当他的形阳一线苦苦支撑时 也派出了使者 有说这些观望的诸侯 希望他们能够像秦布那样 站到汉军一边来 在柳邦派出使者有说的诸侯中 最先和柳邦打争战略同盟的 是那位和韩姓秦布 并成为汉朱三位名将的彭越 说起彭越这个人 其实很有意思 可能和他的出身帝剧也 一直是有几方博弈的焦点地区有关 这位肖兄在起兵之后呢 就一直不忙于战队 虽然和项羽 柳邦田融等诸侯都曾经合作过 但在政治上 却一直没有明确地受过谁节制 从这点看 彭越更像是一个游记将军 不过从他的活动区域来看 倒是对中原东部 这涩水一线非常感兴趣 问题是 这块区域是项羽的自留地 除非项羽倒台 否则 彭越是没有可能染指这一区域的 因此 在刘邦帅连军东正蓬城时 彭越也加入了盟军 独立在两城攻城略地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与其说是为汉家的打天下 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圈地 基于自己的诉求 和项羽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的矛盾 在汉军处理 拜对到了形阳一线后 彭越和他的军队 仍然执着地在西楚的府邸游击出去 毕竟如果汉军胜了 彭越还有机会 实现自己的两地称王的梦想 而如果项羽胜了的话 是绝没有可能给他留下一块封地的 这是因为有了彭越的袭扰 项羽才动摇了继续追击刘邦的决心 前面我们也说了 项羽对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重视程度 要远远高于西部的那些高地 不过项羽在战略方向上的认识不清 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样 最起码 他最尊重的谋士 亚父范增 就很清楚 刘邦才是最大的威胁 即使真到了要和刘邦平分天下的地步 以信仰为分割点 对于项羽来说 也不是个好方案 最起码 要把分割线放在韩谷关一线 双方才有可能真正的达成平衡 这是有了范增的利剑 项羽最终才没有放弃对信仰的攻击 与刘邦达成和平协议 竟然不能用政治手段解决掉信仰之位 而彭越的游击行动呢 又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储君的决心 那么刘邦就只能另辟蹊径 想其他办法来打破僵局了 正面不能突破 对手彭越在后方的游击 又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刘邦在战略上 就必须把视线放在南北两翼了 如果河北的赵国 和两湖一带的横山临江两王 能够和汉军形成同盟的话 那么储君就可能陷落到 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阶段 协议有请募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前面 再想让这些有应三分地的诸侯们 出头判处归汉就难了 当然这些诸侯们 也不是看不出刘邦 在战略上所占据的优势 所以上述三个诸侯所秉承的态度 和大多数人一样 就是既不帮储也不帮汉 或者说是在敏意上归项羽节制 实际上却只是观战 既然这些喜欢打酱油的诸侯们 都指望不上 刘邦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形成对储军的战略包围 汉军如果想完成这个完美的包抄计划 加上行阳一线的正面战场 实际上要把兵力分为三部分 即一路在行阳一线继续阻击储军 一路透过山西高原 进入河北平原 从北面向储军施压 另一路则可以从五关到处管 由南洋盆地出击 从南一线牵制项羽的兵力 相比于南北两线的主动出击 行阳一路的任务反而最为轻松 因为即使行阳有失 汉军也可以在虎牢洛阳寒谷一线足迹抵抗 作为防御的一方 依托这些有力的地形 相语即使在南北两翼 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想借此顺利公路关中 也是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的 有鉴于此 刘邦本人决定从行阳突围出去 亲自执行南线的出关计划 不考虑政治地位 但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刘邦也是很适合这项任务的 毕竟当初 他就是顺着这条路线 有五关到公路关中的 在南洋盆地有着良好基础的他 能更顺利地完成这些战略任务 至于北线出击的人选 当然不让地 落在了已经平定的 西位的韩星身上 这些内容就留到我们下一期 继续给大家讲解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